还记得2018年5月9号那个深夜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不敢相信马来西亚真的变天 真的迎来了史上第一次的政权更迭 当时的选举结果确实是激动人心 新政府在人民求变的呼声下上台 而执政了60年之久的国阵 也在一夜间沦为了反对党 那接下来我们见证了 前首相敦马再次败相 新内阁的成立迎来了史上第一位女副首相 接着我们看到安华出狱重返政坛 然后就是前首相纳吉和亲信进出法庭 在朝野政党的身份对调的这一年 他们还是为了很多课题在针锋相对 而我们依然也过着彼此忙碌的生活 可是就在不知不觉中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509全国大选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 配合西蒙执政一周年 我们邀请了时事评论员黄梓豪 来和我们聊聊过去一年来 国阵和西蒙的表现 还有人民的德语师 梓豪你好 来 谢谢你的邀请 好 我们来谈谈一下说其实过去一年来 你觉得说这个国阵啊他有没有在痛定思痛呢 一年过去了他断失了这个六十年的江山 其实如果你问我国阵在这整年的表现上 其实并不算非常的合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国阵依然是走回巫医合作的这种老路 对吧 但是他并没有去真正思考 在整个509大选这个格局的时候 他其实上市的主要是城市选民 中产选民 其实这种中产选民包括 其实包括很多马来人 包括所有在城市讨生活 需要在城市就业的那些马来选民 其实对国阵也有深刻的不满 就是有那百分之十五的那个巫医选民 对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巫医合作并无法挽回这些城市中产阶级 对国阵的这种支持 所以如果你问我国阵有否痛定思痛 我认为没有 他只不过是喝着毒药在解救自己 而这种毒药到未来下一届选举的时候 是肯定会有反扑的作用的 可是看到的就是这个毒药 现在好像变成了灵药 在那个Boss School的出现之后 所以连续三场 最近的三场补选的时候 我们看到国阵已经是拿下了三连胜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说如果来届大选的话 国阵会不会有可能执政 所以这三场补选是不是一个风向标呢 我觉得补选跟全国大选的格局 绝对是不一样的 补选是一个你可以在一个集中点 把你所有手头上有的资源 完全地投入 然后来制造一个类似一种浪潮 一种补选的浪潮 但是这种格局在全国大选 这是不可能的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超级英雄 你看最近我们看漫威Avengers 如果你单一对一的对打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们讲整个全国大选的时候 那是一个整体军队在作战 这整体军队在作战牵涉很多意识形态 包括当下的课题 包括那时候的经济环境 这一些课题完全地整合在一起 这样就不是Boss Coo一个人 所能解决的这种东西了 可是我们看到这支持力 有慢慢回升的这个迹象 你觉得说在来届大选的话 它能不能起一个很大的作用呢 还是说接下来那个风向 会不会继续说 一些选民开始回流于国阵 我觉得选民在投票的时候 尤其在补选投票跟在全国大选投票 所抱着的那种态度跟观念 是绝对是不一样的 因为补选其实对大局无伤大雅 我要怎么投 我要投情绪票 我甚至要让要投废票 我甚至要教训任何一方 我都可以随便投 但是如果你说到全国大选 全国大选那个时候 就必须配合当下的经济环境 必须配合当下加入 Let's say 四年过后是选举的日期 这么就要看这四年来 新闻这个成绩做得怎么样 而且再加上全国大选和补选的议席分配的方程 是绝对是不一样的 补选的议席分配 难听说一句话 也来来去就是加益 还是简易这么样的一个方程式 但是如果你说全国大选 全国大选牵涉到的是整个政治的局面 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胜选 胜选了过后 议员的多寡 势力的强弱 就决定了你在整个国家政局 包括内阁 甚至在议会里面 到底的主导权可以去到哪里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巫统跟伊斯兰党的议席分配 绝对不可能一帆风筝的 绝对是有很大的风险存在 尤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伊斯兰党的基层组织 其实某个程度上 比巫统还要强 巫统在509.GO的基层组织 跳槽的跳槽 消散的消散 没有拨款的冬眠的冬眠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巫统应该比伊斯兰党 还来得危险 而且在巫统的阵营里面 我们看到 其实国阵已经是开始 有一个分裂的迹象 那从他们最辉煌的时候 有14个成员党 那现在只剩下4个 就是我们知道的马华 巫统 然后人民进步党 还有国大党 那你觉得说 在这4个党一起合作 跟以前14个党 这4个党 接下来他们的命运是会怎么样 还是他们还是继续分道扬镖 其实我觉得 这4个成员党除了巫统以外 其实这3个成员党都是可怜虫 为什么是可怜虫呢 因为今天如果巫统 下定决心在下届全国大选 跟伊斯兰党合作 那我们只谈最现实的利益 就是议席分配 今天巫统跟伊斯兰党 如果要达到一个 大家可以接受的议席分配 这样巫统 或者甚至说国阵 我们用国阵这时候 就必须要谈国阵了 国阵无可避免 一定把原本分配给成员党的马来区 尽速拿回 甚至包括 我举一个例子 甚至马化总会长 未加强的选区 也有可能 必须要交还给巫统 如果今天伊斯兰党的谈判条件 是如此的强大 巫统必须要开出一个更优厚的条件 那么拿回这些选区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除非是他们现在的地位是平等的 是吧 就如果今天马化的地位 是跟巫统来的平起平坐的话 这样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谈判条件 马化在整个国阵联盟 或者讲国阵的前身 联盟本身 有机会平起平坐的时候 已经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 这六七十年前 直到时至今日 无论是509前跟509后 我们其实都看不到 平起平坐的这种迹象 那平起平坐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足够大的话语权 尤其是我们讲联盟政治 我们讲这种所谓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politics 那一定是有两样东西 是必须要有制衡力的 第一就是议习分配 第二就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 但是这两点 马化根本无法介入 也根本无法影响 巫统的任何决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成员党倒是只剩下点缀的功能 那其实我们看到马化 其实他有改变了一些 他们过去的一些作风 以前可能只是在捍卫 华裔的一些权益而已 那现在看到的是他 开始去提起了一些 或者去反对一些 涉及全民的议题 包括反对这个死刑啊 还有恢复第三的国产车 这个课题上 那你觉得马化现在扮演的一个角色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马化在败选的过后 他作为一个反对党的身份 其实某个程度上还是相当的称职的 怎么说呢 我们看整个废史议题的操作 我们看废除第三国产车 甚至到最近最火红的预克班的课题 其实马化在这个议题上面都是一马当先 但是在这个一马当先之于 他最大的包袱就是 他其实以前是这些政策的一部分 他要怎么去解释 尤其是到全国大选的时候 那现在局部补选也好 局部议题课题都好 当然我们可以 政治人物可以 可以把整个议题 用不同方式去操作 但是当你放在整个全国的格局 比如说今天预克班 为什么今天预克班 会有这种顾打字 或者是为什么 今天大学的那种录取字 就是在高等教育文凭 STPM跟Metric relations 预克之间有这种类似的 不明文的不公平 将作为前执政党的马化 责无旁贷 这个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一个污点 而且马化已经错失了 他退出国阵的最佳时机 是吗 其实我认为 退出国阵最主要的作用 是给选民释放一个 足够强烈的信息 今天作为一个政党 无论是滑稽政党还是什么 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我们有足够的骨气 来走我们自己想走的路线 其实退出国阵 最重要的就是要释放这个信息 至于私底下 你跟路统怎么样的暗度成长 怎么样的携手合作 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是过后的故事 但是偏偏马化就在 就无法释放这个足够强烈的信息 这个信息一旦无法团达到选民的群众 那么选民对马华的未来 或者甚至对马华的期待 依然是很牵强 好的是的 如果说要到来届大选 可能还有四年的时间 那国阵包括马华 能不能东山再起呢 其实还研制过早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在过去一年里面 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 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其实也为我们两县制的目标 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好的国阵的部分呢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子豪接受家里网的访问 那下一集呢 我们会谈西蒙的时候了 入主不成一年后的西蒙 到底表现是包是匾呢 我们下一集再见